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一年一度的IEDM2022大会上,台积电罕见展示了有关其N3B和N3E3奈米级工艺节点的许多细节。 此外,台积电宣布将增加其在亚利桑那州FAB21晶圆厂的资本支出,总计向FAB21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投资400亿美元,并将产能增加到每月5万片晶圆。 该工厂将分别生产4奈米和3奈米工艺晶片,其中2万个仍将是4奈米,3万个将是3奈米。 完成后,3奈米产能将占台积电全球3奈米产能的25%。 由于成本超支的传言,台积电的4奈米晶圆厂成本可能已从最初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30亿美元。 最有可能的是,这些成本处于该范围的中间。 每个晶圆开始的每月总支出从38%增加到55%。 这与人们听到的N3定价比N5高出约40%的其他传言非常吻合。 与DigiTimes的传言相反,晶圆价格不是2万美元。 N3的故事很复杂。 最初,考虑到不温不火的效能、功率和密度改进, N3的产量和价格都具有挑战性,超出了大多数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。 它有大约25个EUV层,几乎是N5的两倍。 N3出现了许多问题,最终导致台积电错过了。 典型的两年主要工艺节点发表周期。 对公众来说,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,随着摩尔定律的放缓, 苹果公司也同步被迫彻底改变其产品的晶片计划。 除了将N3从2022款iPhone推迟到2023款iPhone 15 Pro之外, 许多其他客户也放弃了他们最初的N3计划。 关于AMD35、Intel GPU和一些博通定制ASIC存在许多谣言。 据传,这些公司选择坚持使用N5级工艺节点或转向宽松的N3e工艺。 但N3e与N5类工艺节点共享相同的SRAM为单元大小, 并减少了EUV曝光的次数。 密度的提高充气量只是略高于晶圆成本的增加。 比如,通过FinFlex R1,密度提高了56%,成本增加了40%。 这导致每个电晶体的成本降低了11%。 这是50多年来主要工艺技术的最弱扩展。 其他实现要么在每个电晶体的成本上持平,要么甚至维富, 但每个电晶体的速度都有更大的改进。 请注意,这些一代又一代的改进是使用ARM Cortex-A72测量的。 密度改进将根据正在实施的IP而有所不同。 大多数晶片设计不会实现56%的密度提升,而是低得多,约为30%。 这意味着每个电晶体的成本增加,但公司正在调整设计以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 因此,当采用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实现晶片的成本变得更高时, 转向300米或留在N5系列的决定变得更加棘手。 但在最新的工艺技术中,实施产品的固定成本变得如此之大, 以至于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 延迟变得越来越棘手,重新设计的成本越来越高。 最糟糕的是,实现美电晶体成本改进所需的体积越来越大。 出于这个原因,许多公司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坚持使用N5系列工艺节点。 许多其他公司只会将运算类别的小晶片转移到N3类节点, 同时保留所有其他IP,例如SRAM和类比的旧工艺技术。 可以预见的是,台积电N3节点将导致小晶片和先进封装的爆炸式增长。 N3系列节点包括N3B、N3E、N3P、N3X和N3S。 其中,许多是针对特定目的优化的小节点,但有所不同。 N3B,即原来的N3,与N3E无关。 与其将其视为NodeNet,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节点。 在IEDM2022上,台积电透露了N3B的一些方面。 N3B具有45奈米的接触闸机间距CGP,与N5相比缩小了0.88倍。 台积电还实施了自对准接触,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扩展CGP。 台积电还展示了0.0199平方微米的6电晶体高密度SRAM未单元。 这仅缩小了5%,这对于SRAM未来的扩展来说是个坏兆头。 近年来,晶片设计人员严重依赖SRAM来提高效能。 SRAM缩放的效网带走了提高效能的一个重要杠杆,并将增加架构在提高功率和效能特征方面的重要性。 与N5相比,台积电最初表示,N3在同等功率下效能提升约12%,同等效能下功耗降低27%, 这将具有1.2倍SRAM密度和1.1倍类比密度。 IEDM上公开的高密度贵单元,仅将SRAM密度提高了约5%,与最初声称的20%相去甚远。 在IEDM期间,台积电透露N3B的CGP为45奈米,是迄今为止透露的最密集的。 这领先于Intel 4的50奈米CGP,三星4LPP的54奈米CGP和台积电N5的51奈米CGP。 虽然逻辑密度的增加无疑是有希望的,但D-SRAM密度增益意味着SRAM Heavy设计可能会经历显着的成本增加。 N3B的良率和金属堆叠效能也不容乐观。 基于这些原因,N3B不会成为台积电的主要节点。 由于N3B未能达到台积电的效能、功率和产量目标,因此开发了N3E。 其目的是修复N3B的缺点。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金属间距越有放松。 台积电没有在M0、M1和M2金属层上使用多重图案化EUV,而是退缩并切换到单一图案化。 在IEDM期间,台积电透露N3E的微单元尺寸为0.021平方微米,与N5完全相同。 这对SRAM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 由于良率,台积电放弃了SRAM单元尺寸,而不是N3B。 N3E比N3B做得好得多,明年年终将量产。 这是AMD、徽达、博通、高通、联发科、Marvel和许多其他公司,最终将使用N3E作为其领先优势的节点。 与台积电为其N7和N5系列节点推出的先前NodeLite不同,N3E与N3B的IP不兼容。 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实现IP块。 因此,许多公司,例如GUC,选择只在更持久的N3E节点上实现它们的IP。 N3P将是N3E的后续节点。 它与N5P非常相似,通过优化提供较小的效能和功率增益,同时保持IP兼容性。 N3X与N4X类似,并针对非常高的效能进行了优化。 到目前为止,功率、效能目标和时间表尚未公布。 N3S是最终公开的变体,据说是密度优化的节点。 目前知道的不多,但有一些谣言。 Anstronomics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单机库,可以让台积电进一步缩小单元高度。 由于金属堆叠的限制因素,这可能会受到限制,但设计会尽可能使用它。 N3S甚至可能实施背面供电网路来缓解许多金属堆叠问题,尽管这尚未得到证实。 作为台积电的最后一个FinFET节点,N3E及其后续节点有机会,获得与台积电最成功的节点之一,N28类似的地位。 鉴于其动荡的历史,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但台积电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尤其是在其晶片全生态系统的构建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